今天邀請了印尼客串煮一道印尼菜 做法非常簡單 有3條粟米、蔥、紅蔥頭、蒜頭、雞蛋 麵粉、胡椒粉、雞粉、鹽 先把紅蔥頭、蒜頭、蔥切粒 把粟米切出來 小心不要切到手 把粟米粒倒入攪拌機 把它打破 但不要打得太難 有些質感 這道菜很受小朋友歡迎 把粟米粒放進碗中 把粟米粒放在碗裡 爆香的配料 把粟米粒放進一鍋裡 把粟米粒放進碗裡 把紅蔥頭蒜頭粒混合在粟米中 加入半茶匙鹽 半茶匙雞粉 還有半茶匙胡椒粉 攪拌均勻 加入4湯匙麵粉 攪拌均勻 其實這個真的很好吃 可以做頭盤和下午茶 加入蔥粒和雞蛋 攪拌均勻 準備炸 把鍋子燒好 把鍋子倒入鍋 想知道油夠不夠溫度 用筷子去 筷子的筷子後 就證明油夠熱 將粟米一根根的釘放 煎至金黃色 將其反轉另一邊 煎至木鏟 輕輕按一按,感覺到硬了,應該是熟了 炸到差不多熟了,用大火把油迫出來 把所有粟米餅撈起,放在熟油紙碟上 放在碟上 很簡單又美味的印尼粟米餅 很容易做,你們也試一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收看,拜拜 請按讚 小鈴鐺 請按讚 請按讚 按讚 按讚